这里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 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近期全球军事最新武器信息 西梅认为美研发微型核弹恐降低核门槛 德国莱茵金属将向新西兰国防军交付HX8x8重型救援车辆 世界高超音速技术高速发展 印度也不甘落后 将再次试射高超音速技术验证飞行器 精彩内容即将开始 在近年1月17日 西班牙公众日报网站一篇文章 引起多方热议 文章名称为 用背包炸弹重返有限核战争 随着北约与俄罗斯紧张关系升级 虽然双方都拥有传统意义上的核武器 不过并不会使用它 但美军目前正在试图让核武器走向小型化 在2019年美国成功制造了新一代核弹头 被称为W76-2 这个核弹头重量仅有164公斤 但爆炸威力却能达到广岛核弹的三分之一 不仅如此 美军还想为太空武器部署此类小型核武器 根据战术核武器爆炸威力大小 一般会将威力在100万吨TNT当量以上 称为特大型核武器 能够覆盖方圆50公里的范围 威力在10万吨到100万吨称为大型核武器 威力在1万吨到10万吨称为中型核武器 小于1万吨的被称为小型核武器 由于受临界体积限制 核武器通常是做大容易做小难 而美国所实行的核武器小型化 正在增加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因为毕竟原来的核弹威力太过巨大 以至于不敢轻易尝试使用 只能起到震慑作用 但若是选择微型核弹 则可以对一些国家制造出小范围的威慑打击 不至于产生无法挽回的影响 目前美洛军的小当量核弹头 主要有WT0、W703、W85等型号 W703弹头为当量只有1000吨的中子弹 其当量虽小 但杀伤力却很强 可以在半径700米范围内 杀伤敌几群坦克中的人员 威力相当于万吨原子弹 而它的光辅热和冲击波效应 比原子弹要小得多 因此造成的附带毁伤也较小 也有比如美军所使用的W-54核炮弹 大小与橄榄球差不多 能够直接套在排击炮炮口上发射 又或者美国陆军常备的两种核地雷 一种是中型核地雷 重量在181公斤 爆炸威力在1000到15吨之间 可由吉普车或者直升机进行运输 另一种是特种核地雷 重量仅68公斤 爆炸威力在10到1000吨 可由特种部队潜入敌后埋射 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 要求国防部和能源部着手研究如何摧毁敌人 防守坚固 位于地下深处的目标 这实质上已经向新型小当量核武器开发亮了绿灯 如今微型核弹成为美军新宠 就在去年 美国空军完成F35A携带B-6112核弹的飞行试验 美军宣称B-6112的命中精度在30米以内 弹头可按照300吨 5000吨 1万吨 5万吨 四种当量调节 能够灵活执行战术或者战略打击任务 当这种具备隐形能力的双重能力战斗机投入使用后 将降低核武器的使用门槛 容易引发核武判 将各方置于重大核风险中 同时 美国积极推动核武器小型微型化 也非常容易引发国际性小当量核武试验竞赛 下面是关于德国莱茵金属将向新西兰国防军交付HX8x8重型救援车辆 近期在新西兰惠林顿特伦瑟姆军营举行的官方仪式上 莱茵金属宣布 三辆HX8x8重型救援车辆正式移交给新西兰国防军 这些车辆将为新西兰陆军提供的重要能力 交付给新西兰国防军的HX8x8重型救援车辆 是世界上第一辆采用集成装甲交换舱设计的车辆 能够对车辆进行多种配置 以满足不同需求 同时莱茵金属还将为新西兰国防军提供一支专业培训团队 HX8x8重型救援车辆具备增强回收能力 以及机动能力 是莱茵金属专为满足新西兰国防军当前与未来作战需求所开发的 此前由莱茵金属提供的重型重型作战车辆 就已经在新西兰军队中大量使用 主要用于新西兰培训作战和救灾等 HX8x8车长10.27米 车宽2.55米 最大载重40吨 均用有效载荷15吨 配备吊钩系统 可以在复杂崎岖的地形初次的行驶 能够穿越1.4米宽的沟渠 于1.5米深的水域 以及60%的坡度爬坡能力 可以在低至零下32度的寒冷条件 和高达49度的高温条件下无障碍运行 提供最大的机动性和可靠性 以及出色的运营经济性和效率 MAN HX全轮驱动车辆系列 旨在为军事客户提供高机动性越野 同时承载重量HX系列 源自同样由MAN开发的TGA重卡技术 这些车辆适用于违和任务等 全球后勤和战术越野行动 为保证作业人员的安全 HX系列就设计了保护选项 在标准配置中安装了防暴的垂直分体式挡风玻璃 并为驾驶室提供了防暴套件 同时为了应对更大的威胁 莱茵金属还专门为其开发了防护套件 这些套件在基本规格中被称为 模块化装甲机舱 重约1500公斤 同时还提供一种称为 综合装甲机舱的交换驾驶室装甲解决方案 该选件适用于所有HX轻型卡车 具体取决于前轴的额定值和防护等级 澳大利亚、挪威和瑞典正在接受带有此驾驶式的卡车 下面是关于印度最新高超音速技术验证飞行器的最新消息 根据印度国防研究所透露 印度或将在本月22号至25号再次试射高超音速技术验证飞行器 由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负责研发属于印度制造框架的项目 其中以色列与英国对这个计划提供的技术支持 根据目前已知消息印度高超音速技术验证飞行器 采用的是印度自主设计生产的高超音速冲压发动机 能够提供6马赫的巡航速度 可以在20秒内判证到3万米以上的高空 除此之外印度国防研究所还透露 在高超音速技术验证飞行器计划之后 将会有两个独立高超音速导弹计划 早在2020年印度就成功进行了高超音速技术验证飞行器的测试实验 在试验中飞行器被送到3万米高空 随后超燃冲压发动机成功点火并工作20秒 同时将飞行器加速到6马赫的巡航速度 此次试验标志着印度继中美俄之后 第四个拥有开发并成功测试高超音速技术的国家 可以说印度具备了开发6倍高超音速导弹的能力 HXTTV是一款用于高超音速飞行器研究的 超燃冲压发动机演示验证机 除了可用于未来的远程巡航导弹之外 该技术还具有多种民用用途 印度政府官员称 HXTTV验证技术也可以用于低成本发射卫星 据媒体此前报道称 HXTTV项目获得多家外国企业的支持 其中以色列为HXTTV项目提供了一些帮助 包括风动测试 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也提供了帮助 一个未居民的第三国也在提供帮助 俄罗斯也为该项目提供了关键帮助 那么印度距离自主高超音速导弹 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呢 另外还有美国积极推动核武器小型微型化 又是为了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番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下期内容更精彩 再见